我今天傳出來是卡金 這種是已經推翻好了 我剛才已經有把它撒過了 好 來 我們現在開始 鍋子裡面先開慢慢開 小火 我們這個油差不多兩湯匙 差不多兩湯匙的油放進來 好 小火開了 老規矩 我們現在一直在推廣冷油 冷油來爆香 第一個它油煙不會那麼重 第二個它香味 可以釋放到油裡面來 我們說爆香 就是要把這個香的東西 蔥薑蒜頭 這個味道要把它放到油裡面 好 讓你的油鍋 像汽水一樣油跳的時候 這個才有真正達到所謂的爆香 有啊 有啊 它的香味才有辦法 釋放到油裡面去 這個油才會香嘛 我們的煮菜才會香 好 再來 我們放一點點的這個 一半的這個辣椒進來 辣椒我們只放皮 因為我們只要它的香味就好了 不要它的這個辣味 不要給它一點點鹹嘛 對 好 我們把它爆到 這個都微焦了有沒有 開始焦化了 蒜頭 好 我們把這個會吸油的香菇 會吸香味的新鮮香菇 擺進來 這一定要用這種新鮮香菇嗎 當然 乾香菇 我們自己泡 我們泡水 泡起來之後也可以 也可以 也是可以 香菇放進來之後 它會吸附掉這些油脂 我這個蔥的香味好香喔 這宜蘭三星蔥 高人就厲害耶 對啊 把這個香味通通吸到這個 香菇裡面之後 我們再來燒 它會慢慢慢慢慢慢釋放出來 好 我們把香菇稍微煸炒一下了 我們把燙過的蹄筋 一次放進來 好 稍微翻一下 這重點像在炒它了嗎 對 稍微翻一下 讓它均勻受熱 好 來一點點的紹興酒 大概一匙左右 紹興酒耶 鹹狀你是用米酒嗎 米酒也可以 紹興酒其實是烹調的好朋友 你會覺得它的香氣比較沈一點 那米酒通常 我們現在都是拿來做去腥比較多 但是如果香氣要重一點 一定要有效忍就對了 對 如果要煮比較久 公平說我們紅燒要比較久嘛 比較久就用效忍 它的味道比較醇厚一點點 真的耶 有那個紹興酒的香氣 媽媽妳有聞到嗎 我如果要煮魚 那不可以用燒興酒 如果是紅燒魚 用燒興酒是最好的 來 再來我們加一點水 當作它的戒指 因為紅燒嘛 水 等一下是不是 因為是紅燒也需要燒它一下 對 我們放進來 水放進來 大火燒開它 現在我們加兩顆是要倒油下去 做一下餡 一般的醬油就可以了 對 一般醬油就好了 那個醬燒會跑出來 因為紅燒就是一定要加醬油嘛 加一點醬油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冰糖 大概一匙左右的冰糖 讓它待會兒的色度亮一點 好 再來我們這個很好的蔥尾 我們就把它鋪在上面 媽媽過的這檔子這麼放喔 對 放進去 所以蔥白跟蔥尾 其實是要分開使用的 它的香味也不一樣 好 我們把它放進來之後 稍微讓它燒一下 那燒的時間我們可以加鈣 可以蓋個 差不多要燒多久的時候 這樣燒大概十分鐘 這樣燒十分鐘 這樣子燒十分鐘它就軟了 好 來 我們把它蓋起來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啊 蹄筋怎麼發對不對 對啊 如果買回來 這樣乾乾一條 一般來說 我們就先浸水 浸一枚 一個晚上 什麼 只要煮這個 就要浸一枚喔 這很費工喔 還有喔 浸完之後 我們就放在一個鐵架裡面 鐵盒或者是碗 把蹄筋放進來 加酒 加水 放姜 再拿去蒸籠蒸 為什麼還要這樣子啊 蒸的時候 因為乾貨它都有一股腥味 那在蒸的過程當中 它那個腥味 就會釋放到水裡面 不見得來 來 我們讓它燒一下 你看 蔥都燒軟軟 蔥都讓它燒軟軟的 來 所以你今天買到這種 好好的啊 其實喔 比較新鮮感對不對 對啊 真的耶 它整個那種醬燒的 有沒有紅燒 你不覺得 為什麼會亮亮的 我們這個亮度啊 是來自於剛剛的冰糖 還有水分 還有它這個蹄筋本身 釋放出來的膠質 那這個時候 我們再把會飛的胡蘿蔔 放進來 切一點胡蘿蔔 對 胡蘿蔔 那胡蘿蔔 就是看你今天 想要把它切成什麼形狀 就把它切成什麼形狀 但是我們只是要快 稍微讓它快熟 稍微拌一下 所以我們建議 而且顏色超漂亮的 對 就切片就好了 那你看到湯汁有沒有 我們刮開鍋子 湯汁已經乾了有沒有 吸進去了 很少湯汁了 我們就把這個看似甜豆 或者是荷蘭豆都可以 為什麼這時候甜豆才放進去 因為它是快熟的東西 那我們只是要它的顏色 稍微翻一下下 好 稍微翻一下下 讓它熟化就可以了 這個東西 比較重口味 出菜的時候 有一些台菜管 我們會用這個小的砂鍋來出 讓它 對 配飯 好 那如果說你的湯汁 還有很多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如果說燒完 你的鍋子裡面湯汁還有很多 我們會帶一點點的嵌水 不要太多 太白粉水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只是要讓這個醬汁 能夠掛附在蹄筋外表 拌一下 起鍋前再來 厲害的紹興酒 再給它鍋邊嗆 鍋邊嗆一下紹興 好笑喔 這行紅燒蹄筋最重要 就是一定要經用 已經發泡過的蹄筋 在料理的時候 必須用滾水汆燙過 在紅燒的過程當中 必須加入兩次的紹興酒 第一次是在放入蹄筋後 目的是為了要去除蹄筋的腥味 起鍋前再加入少許的 紹興酒嗆鍋來增加香氣 各位觀眾的時間到了 剛才吃這個阿勤蹄筋的 蔥燒蹄筋 看起來好好吃喔 來吧 趕快動手吧 來 吃看看 來 媽媽吃一個 對 媽媽吃一個 這蹄筋這樣燒起來 超Q彈的耶 你看 什麼地方 燒氣 붉燒一點 突然的提筋 對啊 妳的吐槽 消氣味 是消氣味 妳知道嗎 chau 媽媽 生湯類的東西一樣 加烏素它會提鮮 比較不會讓這個醬油味道 那麼強烈 它會帶一點回韻 會帶一點回韻的甘甜味 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媽媽 而且其實我們剛剛這樣燒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它會不會就是 好像很難嚼 或是太Q 太有咬勁 可是完全不會耶 你看我剛剛這樣子 我這樣拿一塊喔 有沒有覺得 所以真的 太好吃了 有沒有它吃起來 就是那種軟軟的QQ 很Q很軟 對 這個東西就是多燒一分就太爛了 少燒一分就會變成太硬 就會有點像吃蒟蒻這樣 變脆脆的 對… 那多燒的話就變得太軟 吃起來沒嚼勁會太滑 而且你在嘴巴咀嚼的時候 真的你會感受到 它那個膠質被釋放出來 所以你嘴巴 就會有一點點那種黏黏的感覺 有沒有 就是在補充你的膠原蛋白 你的膠質 然後因為這些醬燒 它那個醬汁都包覆在它的外面 所以其實不會覺得沒有味道耶 所以有時候擔心這種裡面燒不進去 對不對 對 吃起來會怕怕的 媽媽你覺得怎麼樣 整個都很入味的 很棒